飛行了是一門很有樂趣的事情 看似簡單其實也不簡單 這是一種最刺激的挑戰 我叫慕紅斌 是土生土長的新畫人 當從一個城市過來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才能感覺到呼吸是比較順暢的 這邊的空氣確實是比別的地方要清新的 空氣中可以聞到水的味道 每年菜花季的時候 我們的遊客趁著我們的三角翼 在空中觀看了以後都讚嘆不絕 唯有從空中去體驗的話 那才能把我們水鄉的地貌特色看得一覽無語 那是賞心欲目 很壯觀 李仲生林公園從飛機上面看 最大的特色就是整個樹頂 密密麻麻的全部是鳥做的窩 成千上萬的鳥 這個是在地面看不到的 新畫從古以來它就是個魚米之鄉 基本是以烏龍為主 都是種植糧食的 不能有一些工業上面的污染 或者說人居環境上面的一些污染 因為涉及到我們各方面的水紋 不能把我們新花的濕地的優勢破壞了 我們新花這個文化和歷史都是比較久遠的 就是文化的底润比較深厚的 京東門老街 現在經過我們政府的休憩以後 把以前明清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些老宅 進行休憩改造 保持它的原樣原貌 就是能感受到咱們中國的一些古建築的 美麗和文化 許瑪荒它那裏保持著原生態的地貌 沒有人工的痕跡 讓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栖息在裏面 每一次飛行 就等於是新的一次飛行 成千三萬次的飛行 沒有一次是相同的 所以我會一直飛到老的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視聴出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